今年慈禧香港分会是分别在九龙还有星界等等的地方来举办玉佛的活动 活动之前是接连下了十多天的梅雨 因此志工们是祈祷天空放晴让活动可以顺利进行 而当天阳光是如愿露脸 仿佛就是一道感恩之光 而最动人的是人人那一份的虔诚之心 连续十多天的梅雨 玉佛典礼这天难得阳光灿烂 最撼动人心的是人人那份虔诚的心 幻影视障的廖丽霞从礼佛过程感觉清静 曾经看过精神科的她跟志工结识一年多 不再依赖药物 我谈过很多次我经常跟她说 其实练佛对你好不好一点 我不如你尝试一下练佛吧 她就觉得她现在不用吃药 全心全意投入筹备 对慈记志工黄文婷来说 这是个特别的日子 三年前儿子在福淀节故事 走入慈记让她抛开痛苦记忆 很多机会被我走过这条路 那其实都放下了 真的有没有多些人送分 或者是真是猪恶莫作 更幸福 你担心她的 不断劝她多些休息的 她真的做得开心 在上水花园 志工们利用御佛典礼前上街宣导 经过的路人纷纷停下脚步 沉淀心灵 也为尼泊尔的受灾民众祈祷 在天水围 民众撑着阳伞 汗流浃背地完成 遇佛一事 烈日下 心却无比清净 戴一熊知识美志工 香港报道